今天要为您解读的这本书是长篇小说《小妇人》 人们常说所谓经典,就是人人都说好,但是很少有人去读的书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小妇人》也是一部经典 但她却因为读者的广泛阅读和喜爱被誉为真正的大众经典 小说分为两部,第一部是在1868年出版 一出版就销售一空,出版上的订单堆积如山 印刷厂日夜赶工仍然供不应求 于是仅仅三个月后,作者路易莎·奥尔维特便推出了第二部 后来她又写了续集《小绅士》 到19世纪末,小夫人已成为公认的经典 作者路易莎也和梭罗·艾姆生·惠特曼等人并列 成为美国文学名家殿堂的一员 小夫人说的故事是关于19世纪60年代 生活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一户人家里四姐妹的成长历程 那时的美国处在南北战争期间 这是美国建国至今最大的一场豪杰 但是小说没有对战争做正面的描写 只是专心地勾画四姐妹的日常生活 她们的人际交往和情感世界 对于深陷战后经济萧条 物资匮乏的美国读者来说 这个由女性主导的和睦温馨的家庭 这种不受动荡外界影响的家和万事兴的场景 正是当时很多美国中产积极的期望 让他们从中获得了温暖的精神安危 世界各地的读者也在《小夫人》中找到了共鸣 小说出版不久就被译成50多种语言 在世界广为流传 后来还被多次改编为电影、电视剧、音乐剧、歌剧、广播剧 《小夫人》全书40多万次 书中的主角马奇一家生活在马萨诸塞州坎科德市的郊区 这个家庭的故事是从1861年及南北战争第一年开始讲起的 小说的第一部写父亲马奇先生跟随部队行动 母亲和四姐妹单独在家的经历 第二部则是南北战争结束后 四姐妹各自的生活和命运 进入小说我们发现四姐妹里最小的艾米才10岁 最大的梅格也不过16岁 还有二女儿乔和三女儿贝斯都是未成年的女孩 但是为什么读者把她们称为小夫人呢 一读故事我们就会明白 四个女孩身上都很少有孩子式的幼稚任性 而显得比同龄人更成熟 小说的开场就是圣诞节前夜 四姐妹互相抱怨说 家里太穷 父亲又远在军队 这一次他们肯定没有圣诞礼物了 但是随后他们又想起母亲的话 说战争期间应该减少娱乐消费 于是大家就想起 是不是应该给母亲买双新拖鞋 最后老大梅格宣布 她作为长女 有义务带头出钱 我们每个人给妈妈买一个圣诞礼物 而我们自己什么都不要 然后母亲出现了 她给大家阅读 父亲从前线写回来的信 父亲亲切地称呼四姐妹为小夫人 在信中热情地鼓励大家 随后到了圣诞节 母亲率先给路上的乞丐送食物和衣服 然后她让四姐妹一起准备礼物 然后送给一个生病的女人和她的六个孩子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充满关爱和温暖的家庭 母亲以美德示范孩子们 而年幼的孩子们都很懂事 懂得为家庭担负责任 随着故事的展开 我们又发现四姐妹又有各自不同的性格 我们来分别讲述 首先是老大梅格 梅格一直渴望做公主 很羡慕有钱人 有时会对家里的贫穷感到失望 她认识一户富人家 还曾受邀去她家住过两个星期 见识了奢华而有品质的生活 这个富人家的女儿贝莱 还把梅格精心打扮了一番 让她体验了一把当公主的滋味 后来梅格听说贝莱结了婚 婚事办得非常疯狂 新婚夫妇去巴黎都蜜月 她把这些说给老二乔挺 乔敏锐地说 姐姐 你嫉妒人家了吧 梅格不好意思地承认说 大概是吧 在梅格心目中 贫穷肯定不是好东西 但是她也很清楚 如果自己养成了贤贫爱富的习性 那将更糟糕 老二乔是个热爱写作的假小子 他性格刚强叛逆 脾气很大 总是梦想过独立生活 有一次 乔和老大梅格 应邻居男孩 劳瑞的邀请去开戏 老四艾米也申请同趣 但是被乔拒绝了 艾米一时气不过 就把乔花了很长时间 写的小说烧掉了 乔很生气 狠狠地教训了艾米 仍然余怒未消 然后又在和艾米一起划冰时 故意引诱艾米 掉进了冰窟窿 在艾米掉下去的那一刻 乔顿时醒悟 觉得自己太过分了 他赶紧同别人一起 把艾米救了上来 虽然艾米最终安然无恙 乔却始终无法释怀 他来到母亲面前 痛哭失声地说 我的脾气怎么这么坏呢 我变得这么野蛮 竟能伤害任何人 还觉得高兴 我真怕有朝一日 会干出什么糟透了的事 毁掉自己的一生 让每个人都恨我 母亲 救救我 救救我吧 虽然乔的性格很独立刚强 可他也懂得 无论如何 都不能伤害他人 再来看老三贝斯 贝斯多才多艺 喜欢待在家里弹钢琴 但是他生性羞涩 胆子很小 有一次 邻居劳瑞家 邀请马七姐妹去做客 其他三个女孩都很开心 只有贝斯不敢去 因为他觉得 劳瑞的父亲很凶 劳瑞的父亲就故意问 我家的钢琴很久没人弹了 有哪个姑娘 愿意过来弹一弹 帮着调一下音 贝斯一听 就鼓起勇气毛髓自荐 最后 他不仅开开心心地去做了课 还过了一把弹琴的影 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他非常感激劳瑞的父亲 后来还做了一双鞋送给他 老四艾米呢 他最小也最受宠 有点爱慕虚荣 有着唯我独尊的小姐脾气 比如前面说到 他曾经烧掉乔鞋的小说 姐妹们的姑婆与马七一家同住 艾米看上了姑婆的一枚 绿松石戒指非常想要 为此他效仿姑婆 做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博得了姑婆的欢心 后来 他真的把戒指给了艾米 虽然达到了目的 但是艾米很清楚 自己如果仅仅为了得到戒指 而信仰基督教 那就太庸俗太功利了 于是他告诉母亲说 这枚戒指戴在我手上 可以提醒我不要自私 自私是我最大的缺点 在生活中 艾米也以母亲和姐姐们为榜样 不断地反省自己 我们可以看到 四姐妹虽然个性不同 但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都极度渴望长大 渴望自我完善 他们不会停留在对贫穷的抱怨上 反而常常反省自身的不足 在书中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他们以成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而他们每一次改善的努力 也都能得到像母亲和姑婆等长辈的鼓励 所以称四姐妹为小妇人 并不意味着他们少女老成 而是指他们对成长 对自我完善的极度渴望和追求 正因为此 小说特别贴合美国读者的感受 当时很多人 尚未从战争和经济萧条中走出来 还有很多家庭丧失了男主人 因而让子女快速自立 承担起生活的责任 成为这些家庭面对的最迫切的问题 1968年 小夫人出版后 美国人都争相买来 作为圣诞礼物送给家里的女孩 期待她们能从四姐妹身上 汲取榜样力量 也去做一个有担当的小夫人 小说第一部的结尾处 已是四年后 战争结束了 又是一年圣诞节 父亲回到家中 欣喜若狂的孩子们 立刻把父亲团团围住 扑进了父亲的怀抱 接下来 父亲看到孩子们 在这一年中的成长如此之快 感动不已 作者动情地写道 他们心中洋溢着欢乐 别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至少眼下 往日的辛酸喜趣 只剩了甘甜 很多有着战后 团圆经历的美国家庭 在读到这段描写时 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在书中 四姐妹的自我完善 实际上都是以勤劳能干的 母亲为榜样的 四姐妹身上 集中体现了母性气质 她们会或多或少地 有意扮演母亲的角色 比如 当母亲不在家的时候 她们会自觉地承担家务 如果偷懒歇息 哪怕是去看书 做手工 这些她们爱好的事情 也会让她们本能地产生负罪感 她们会像母亲一样 挣钱来贴补家用 像老大梅格 后来去当了家庭教师 老二乔 则尝试写作投稿 她们懂得如何 想人所想 寄人所及 比如 父亲在军队时生病住院 消息传来 乔二话不说 就剪下自己的头发卖掉 换来25美元交给母亲 四个姐妹中 老三贝斯 是母性气质最强的一个 她谦逊 虔诚 无私 她似乎一直在考虑 让出自己的利益 甚至牺牲自己 在故事一开始 就是她立主放弃圣诞礼物 给妈妈满心拖鞋 她的身体一直不好 可是 她一直记挂着他人 哪怕她躺在病床上时 也在不停地制作小礼物 然后从窗口扔下去 给那些路过的孩子 有一次 她感到自己快不行了 就告诉老二乔 她最心爱的几样个人财产 如钢琴 猫 布娃娃和自己的头发 分别都留给谁 还说 她可分的东西实在太少 对此觉得很抱歉 在小夫人进入到第二部 后半程的时候 贝斯病逝了 小说里这段情节很动人 任何一个读者都会相信 这样一位好姑娘 一定上了天堂 在贝斯生病的这几年 其他三个姐妹都学会了 如何照顾亲人 尤其是性格最独立的乔 他不再一心只想着写作 而是在照顾贝斯的过程中 学会了耐心 温柔 培养了责任感 贝斯在最后的日子里 夜里无法入睡 就独自翻着祈祷书 轻轻地唱圣歌 乔就在旁边守着他 在乔看来 贝斯正在用坦然的心态调整自己 为来世做准备 乔不仅没有伤心落泪 反而感受到了生与死的庄严之美 自己也仿佛受到了精神洗礼 贝斯在临终前 平静地嘱咐乔照顾好父母 乔答应了 他的道德责任感也油然而生 后来他也的确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为了父母 他放弃了周游世界的梦想 也没有因为一心当大作家 而罔顾家庭 既然贝斯这样一个 最适合当母亲的女孩不幸早逝 那么他的美德 就要由其他三姐妹来分摊 他所未能抵达的未来 也要在其他三姐妹身上实现 也只有这样 才能最终达到圆满 因此小说到了第二部 梅格乔和艾米相继结婚 而且婚姻都相当美满 而女主人马其太太的理想也实现了 在小说中 马其太太曾说 我希望我的女儿既美丽又有才华 受人尊重和爱慕 我希望她们小时候 能有个欢快的童年 成年后能有一段美满的爱情和婚姻 愿她们无忧无虑地生活 幸福快乐地度过有意义的一生 能被一个优秀的男人爱上 并最终嫁给她 这是一个女人一生最大的幸运 马其太太的这番话 既是她对四个女儿的期望 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心中女性的理想人生 看到主人公通过有道德的生活 完善自己 一步步走向快乐 满足和平静 美国读者都受到了感染 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 会觉得这种理想人生 未免有一种女德教育的味道 我们看到四姐妹围绕母亲所学习的那些美德 例如关心和服务他人 克服私心 控制情绪等等 也都是为将来走入婚姻 组建家庭而做的准备 甚至可以说 这个家庭的气氛和教育 潜移默化地 把她们束缚在了一条 做太太 做母亲的固定道路上 当时的人们不会考虑 在四姐妹所走的道路之外 是否还应该有其他的选择 但是这本书 也不乏挑战乃至批判 时代观念的地方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小夫人的价值观这么传统 人物这么高大权 她哪里来的批判性呢 让我们再来回味一下 马其太太的话 她说 她希望女儿们被优秀的男人爱上 并最终嫁给她 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 美满的婚姻与财富 地位等外在的东西无关 马其太太更看重的是爱本身 希望女儿们的婚姻 都是爱情结出的果实 而不要同财富捆绑在一起 她还曾对女儿说 我宁愿你们嫁给一个穷人做妻子 也比做一个没有尊严 不得安宁的王后强 这就挑战了 女子必须嫁入豪门 这一传统观念 在当时不斥为一股清流 也不知不觉地打动了当时的读者 我们来看看三个女儿的婚姻 她们的确都是按照母亲的理想来完成的 老大梅格小时候梦想当公主 过上奢华的生活 最后却嫁给了一个穷教师 约翰·布鲁克 起初 当约翰提出向梅格求婚时 梅格并没有答应 这时 观念传统的姑婆站出来宣布说 如果梅格与约翰结婚 她就一分钱遗产都不留给梅格 这一话本来是想要挟梅格 让她放弃约翰 没想到反而激起了梅格的叛逆心理 她当场宣布 我只嫁给我爱的人 还说了约翰一大通好话 把姑婆气得发疯 约翰十分感动 也受到很大激励 他更加努力地工作赚钱 甚至还让姑婆受到了感动 不仅不再阻挠 还在他们结婚时送上了真诚的祝福 老二乔本来跟约翰也是特别亲密的朋友 可是约翰娶了梅格 让乔有点失落 后来乔认识了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德语教授巴尔 被他的善良和才华所吸引 巴尔也没什么钱 但是乔认为为教授做一些事情 能让他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快乐 而别人的冷言冷语都不重要 后来他就和巴尔教授结婚了 他们婚后住在维也纳 夫妻和睦 生了一双儿女 还一起开办了一所男童学校 小女儿艾米曾做过很多嫁入豪门的梦 但是他后来越来越觉得 人的品行最重要 邻家男孩劳瑞有个同学很有钱 他曾经一心想要娶艾米 还送艾米出国旅游 艾米也一度沉浸在幻想之中 但是后来艾米跟劳瑞越走越近 他看到劳瑞在和马七姐妹的交往中 也在主动进行自我完善 逐渐赶掉了身上的少爷毛病 不再贪玩 懒惰 喝酒 浪费等等 成了一个有责任心的成熟男人 于是艾米放弃了另一个更有钱的男孩 而选择了劳瑞 婚后热爱艺术的艾米 想捐钱给一些有艺术天赋的女性 也得到了劳瑞的鼎力支持 所以我们会发现 虽然女儿们都走上了为人妻 为人母的常规道路 但她们的内心是独立的 谁都不曾想过 要借婚姻一举改变命运 要躺在夫家的身上吃饭 此外虽然家庭和睦的伦理观 以及贤妻良母 姐妹亲情之类的观念 本身是十分传统的 但是作者路易莎更看重的 是这些传统所蕴含的 美好的人类情感 并通过捍卫这些情感 来讽刺那些流俗的做法 书中经常有这样的对比 姐妹们亲手制作的礼物 得到了真爱 而别人花钱买的东西 却受到了冷落 亲手完成家务让人满足 而故人做家务则毫无意义 大姐梅格结婚后 和丈夫搬到了一所新房子 房子很小很简朴 可是梅格亲手打理室内 用不同的抹布 来擦拭不同的器皿 满怀对生活的热爱 相反 劳瑞给梅格送来了一堆礼物 却招来了梅格的嘲笑 像什么绒毛清扫器 省力肥皂 强力胶 肉扣粉碎机 书中写道 这都是当时美国式的创新 新奇 而又不实用 专门刺激年轻人的眼球和钱包 小说告诉我们 这个社会里到处都是快速流动 折旧或淘汰的商品 可是 稳固的价值和幸福感 却来自亲力亲为的劳动 来自用心经营家庭的情感和态度 当小夫人来到尾声时 我们发现 像开头一样 姐妹们又聚在了一起 这天又是圣诞节 不过 他们不再讨论圣诞礼物 而是在回顾人生 他们虽然各自组建了家庭 但过去的家庭并没有瓦解 而是扩大了 老人依然在 还有男人和孩子加入了进来 连那位保守的姑婆也开化了不少 成了这家庭的一份子 此外 梅格生了一个非常能干的女儿 很小就喜欢里里外外操吃 艾米则为了纪念姐姐贝斯 把自己女儿也取名为贝斯 他们都欣慰地觉得 好姐妹贝斯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她就在大家的身边 这样一个传统的大团圆结局 完全在意料之中 小夫人的故事 如今读来会显得过于理想主义 可是在19世纪 这本书的意义是不可替代的 它帮助很多在家庭日常中 深陷迷茫的女性重获身份感 让她们明白 如何通过家庭来找到一些成就感 甚至荣耀 以及如何掌控自己的人生 读完这本书 我们会意识到 它从头到尾都是在写女性 它的视角是女性的 90%的对白都是女性的 描写的是女性所理解和期望的生活 我们看到文学思想领域的两性世界 正在发生变动 在19世纪中后期 英国已经出现了像伯朗特姐妹 简奥斯汀 乔治埃略特这样优秀的女性小说家 她们写下了像简爱 呼啸山庄 傲慢与偏见之类 享誉后世的文学名著 打破了男作家一统天下的格局 因此可以说 在同一时期的美国 路易莎和小妇人的出现 是对这一趋势的积极响应 小妇人也因此被推崇为美国最早的女性主义文本之一 我们了解一下路易莎奥尔科特的身世就会清楚 小妇人的一些基本设定是来自她自己的家庭 路易莎出生于1832年 她家也是四姐妹 有个尽心尽责的母亲 四姐妹都很依恋她 而父亲则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 哲学家 一直致力于推动美国社会的变革 此外路易莎也确实有一个妹妹 像书中的贝斯一样 不幸造势 在这个家中路易莎排行老二 她自由酷爱读书和写作 书中的老二乔 其实就是以她自己为蓝本创作的 路易莎把自己的一些性格特质 揉入了乔的身上 小说中乔是一个假小子 她的本名叫约瑟芬 可她讨厌这个名字里的女性味道 宁愿别人都用男性名字乔来称呼她 正是她的男孩子气质 吸引了林家男孩劳瑞 从此两人成为了好友 乔一直为自己拥有男孩的个性而自豪 她还说过一句豪迈的话 我要紧握住自己的小小天才 我要再次让世界就范 不过女性主义 并不简单意味着女人积身男人的行列 在路易莎的笔下 女性应该成为的样子 是要像男人一样积极地选择生活 为自己负责也为生活负责 女性不是男人的附庸 而是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的人 正因此 尽管乔后来也做了妻子和母亲 也一直忙于向父教子和照顾父母 但这都是她出于个人意志 主动选择的结果 尤其是在择偶上 乔没有选择条件优秀的劳瑞 而艾米也没有选择劳瑞那个富有的同学 他们的大姐梅格更是宁可放弃遗产 也要掌握择偶的主动权 他甚至说过 自己不会嫁给任何人 而是和自己喜欢的男人结婚 这种强烈的平等意识 正是书中女性主义最突出的表现 在平等之外 女性主义还意味着独立 乔着手写作决心当个作家 这就是他争取独立的开始 他明白 经济上的匮乏必然带来人生不自由 也让他无力帮助他深爱的家庭和姐妹 尤其是可怜的妹妹贝斯 在小说中 《乔哭坐阁楼》中 费寝旺时的思考和写作 他投稿的一篇小说 终于换来了一笔100美元的奖金 他用这笔钱 让母亲和妹妹贝斯 去海滩度了一次假 然后他又多次用稿费 替家里付账单买日用品 可以说他一直在寻求 经济独立的道路 而在现实中 路易莎奥尔科特正是这样做的 他从20岁就开始写作 写过恐怖小说 童话 人物速写 而他所写的 往往也是女性的工作 生活爱情 正因为他有了这些积累 1867年 他才应了一位编辑的邀请 着手撰写一部 给女孩子读的小说 就是这本《小妇人》 《小妇人》出版后 名利双说的路易莎 也终于达到了她的目标 即做一个独立女性 此后她也积极奔走 着力于提高女性地位 例如 那时的美国宪法规定 只有男性才能享有选举权 可以投票参与公共事务 但路易莎却通过一番努力 成了康科德市第一个 正式登记的女性选民 此外 《小妇人》对美国文学 也影响深远 从1850年代开始 美国就出现了一批 以家庭日常为题材的小说 但都只是通俗读物 直到《小妇人》出现 家庭生活类小说才登堂入室 成为严肃的文学创作 甚至进入经典之列 此后从1870年到1886年 路易莎又陆续写出了 五部《小妇人》的续作 继续书写简单生活中 珍贵的美好瞬间 继续打动着美国读者 而路易莎在文学世界中 所标志的理想 所塑造的真善美的愿景 也被更多的读者铭记在心 好了 《小妇人》这本小说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